到底是哪些文明成果在拓光之初的震荡中孕育了皇帝内经最初的蓝本 内经中究竟蕴含着哪些古老的学说呢 看错发现即将播出纪录片《西皇春秋》第二集 这是日本古都京都的人和寺 每年四月这里便演映在浪漫的浴室樱花丛中 就在这样一处古运芬芳的所在 供奉着一部来自中国的医学巨著《皇帝内经》 这部古籍是公元754年唐代高僧建真东渡日本时带去的 至今在异域邻邦仍被奉为国宝及文物 摇格大海眺望东方大地 那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怎样的时代 又是哪些文明成果在拓荒之初的震荡中 孕育了《皇帝内经》最初的蓝本 西皇文化深植于华夏文明怎样的根脉中呢 SMN 全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灾难、疾病和饥饿经常困扰着他们 脆弱的文明也时刻面临着毁灭的危险 这一切使得人们了解大自然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 在那个时期和大自然朝夕相处的先祖们 白昼看到日出日落的太阳 黑夜看到阴晴圆缺的月亮以及布满天空的星岛 这一切让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疑惑 于是观象兽时便是他们紧急打祸 寻找自然规律的最直观手段 横垫于西密境内的巨瓷山 是一处遍布着古老遗迹的神奇所在 就在巨瓷山的沟壑山崖间遍布着众多石刻符号 如同神秘的天书 它们究竟诞生于什么时代 这些符号是否和早期的文字 以及星象和水利有关呢 这些石刻符号有可能是皇帝时期的遗迹吗 它们一旦被破译出来 我们遥远的先祖皇帝就会穿越时光 近距离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如同晨曦的天幕 在阎皇时代南庚女之时期 华夏民族最初的文明大幕 被徐徐开启 这是阎皇时代的一幅劳作图景 人们一旦被遗远的 男人们在河畔的田地劳作 父女已经学会了养残 在人们饲养的家畜里 养猪最为普遍 一个田园木格式的庚枝社会 已经悄然来临 当这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皇帝 成为阎皇部落首领后 他对华夏文明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稳定统一的社会秩序下 农业、军事、医学、艺术等各种文明成果 已经呼之欲出 开创了中医理论体系的传世经典 《皇帝内经》的最初蓝本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 从这一刻起 闪烁在中华大地上的文明之光 开始汇集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坚实力量 交融、学习、互助、创新 成为闪烁在那段文明初创时期里 最温暖的光泽 新密室来吉镇礼堂村的这个药王庙 至今仍是香火旺盛的所在 相传 这里是唐代名医孙思庙 行医采料之地 当地村民们自发集资修建了药王庙 除了供奉药王孙思庙 这里还祭祀着齐伯 齐伯 齐伯精通医学 军事 经济 医学 可谓全才 自始绩而后 医学名流著书历说 无不延及齐伯 并将其名列眷守 既然能够同精通医术的齐伯交流探讨 那么皇帝本身的医术如何呢 实际上这个医 不管是医和药 它的这个起源发明 都是和上古时期最重要的那个乌西集团 也就是知识分子集团密不可分的 但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当时的君王 所以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的君王 在这个医药这方面 也都是会有一些丰富的知识的 所以与皇帝一起 明堂论医的除齐伯外 还有伯高 渔夫 鬼渔区 雷公等各位上古一家 论医的基本成员陆续出场 在主持论坛的学术活动中 皇帝主席地位也自然确定了 皇帝俯视天下 一个天地人和谐共生的世界 在华夏文明的瑰丽霞光中启程了 这个过程中生命意识的不断积累 为皇帝内经的孕育诞生 铺设了最为坚实的基石 昏暗的灯光下 这名钻研医术的史官正在辩查史籍 他在寻找中国医学最初的那一抹光明 仅仅是屋外的异域 就是一个充满着杀戮与谋略的世界 战争正在各个国家横行冲撞 然而就在这动荡不安的岁月里 犀利未至的各种思潮穿透战争的阴云 在历史的天空发散出耀眼的光芒 一直照亮着今天 这个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这个时期正是世界文化的轴心期 世界各民族不朽的经典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皇帝内经出现了 这个学术它是特征于理论的 这个临创的记载 什么病用什么方 这个少一点 因为那时候它主要是一个理论的构建 阐述了天荣之间的关系 阐述人的生老病死 这个它都是建立在哲理认识论这个方面的问题 只有构建了这个认识论 才为后来的人们忠忠它这个理论 去临创实践 这订定了个基础 没有它这个理论的构建 没有理论指导下这个世界 这不是盲目的 盲目的世界 其实 内经并不是皇帝时代的作品 那么 撰写编辑书籍的人 为什么要将书名冠以皇帝呢 其实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条 那就是为了书籍便于流传 皇帝内经啊 传统的认为是后人的委托 为什么要委托呢 就是说古人为了拿皇帝来说事 增加他的权威性 往往呢 不是皇帝干的事 也希望加上皇帝再来个字 一写的呀 他这个结论的重要 古人有这个 有这么一个情况 这也可以理解 所以有这个说法 所以这样的话呢 皇帝内经 到底 是不是皇帝跟齐伯 所谓的这俩人对话形成的 长期以来啊 在一时界 借仁借智 如果把最重要最宝贵的理论 知识技术 历尽千辛万苦写出来 希望传播开去 并留给后世 但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注意 极有可能会被丢失或破坏 那不实在太可惜了吗 作为中医理论纲领的皇帝内经 他的思想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吗 亦或是在战国或战国至汉代的那些年 结论显然是否定的 皇帝内经 基本上就是采用对话的形式 记录了皇帝与齐伯 伯高 雷公等大臣的对话 以与齐伯的对话为主 基本上采取皇帝问齐伯达的形式 很有意思的是 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原创著作 很多都是采用对话体的形式 后来人们就用齐伯和皇帝这两个名字的手字 齐伯表示皇帝内经 所以皇帝内经又叫齐伯之书 因为它是中医的开创性著作 所以又把中医称为齐伯之书 《金本皇帝内经》分为两个部分 包括《素问》、《灵书》两部 各有八十一篇 《素问》侧重于讲理论 如天人一体、阴阳五行、并阴藏象等 而《灵书》则侧重于讲经络、真久 由于古代书籍流传 主要依靠用手抄写的方法 因而流传不广 且容易出现抄写错误 加之年代久远保存不易 所以皇帝内经流传到唐代时 已出现内容的缺失和不少错误 王兵、唐代人 不仅精通医理 而且信奉道教 他虽然爱好医学 但苦于自己所见皇帝内经 多是残缺凌乱的本质 于是他立志研究 并辩访同时代的名家 收集可靠资料 古时候那个朱姐上呀 什么可能有的就看不清了 他花好多时间 非得把这个事补上 王兵他是 他注释这个皇帝内经啊 这是个相对的 相对的概念 他这个绑子啊 注释的这个后人认为 比较那个总确一些 比较细一些 由于素问文字古傲 即使在王兵时代 也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 所以他对文字 一理进行编排整理 并加以注解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 才使素问得以较好的 保存流传下来 王兵区分皇帝内经 素问原书和他改动文字的方法 简便而可靠 即凡是素问原书的文字 他便用墨笔书写 而他更改的文字 则用朱砂笔写为红色 今天我们读到的皇帝内经素问 便是王兵编排整理的版本 北宋时期 医书局开始校正整理历代医书 这才发现保存下来的皇帝内经已是残本 其中皇帝内经 灵书已全部遗失 根本无法进入校正范围 怎么办 到哪里去寻找呢 意想不到的是 北宋元宥年间 也就是公元1092年 高丽国军派使臣到宋朝进贡 在进宪的礼品中有一批书籍 其中就携带有在中国已成残本的皇帝内经 灵书 高丽国使臣在觐见宋折宗皇帝 并呈上礼丹时 特别转达了高丽国军 希望拿皇帝内经 灵书一书 以此起患中国历代史 和册府原规等历史典籍的愿望 册府原规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 全书共义 签卷三十一部 有极高的历史门献价值 当宋折宗皇帝征询大臣意见时 礼部尚书大文豪苏东坡立即上奏 极力表示反对 他认为 册府原规乃我上帮大国的治国方略 即可随便送人 就是用多少奇珍异宝 也不能换 宋折宗在听取众臣的不同意见后 经过研究 最终还是决定用策府原规等 换回了皇帝内经 明书 并于第二年正月 赵班高丽所宪皇帝内经于天下 使全本皇帝内经复行于世 宋朝由于宋怀宗这个皇帝 他对内经有研究 他认为医生你连内经都不懂 这不是好医生 所以他定的规矩 同等情况下 所以他内经这个绝好 我就给他第一名的名分 由此导致了宋朝对内经的研究比较深入 为什么现在还有学术 就是说宋朝的时候 由于皇帝重视 另外他发现医书当中 好多都有一些伪物 这个说那么说 这个说这么说 大家说的不一样 最后就成立一个机构 叫做什么 教证医书局 专门找一些有学梦的人来 对古事后传下来的医书 一板一板进行教证 宋代这个攻击很大 这部皇帝内经 为什么受到中国和抑郁的如此看重 它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思想呢 在古人的思考里 作为万物父母的天地 必定蕴含了所有生命的密码 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 自然也与天地有着神秘的关联 于是所有的秘密从天开始破解 当天机在古人的智慧里渐显之时 皇帝内经也吸纳着这些知识 升华出新思想 强调人体本身与自然界 是一个整体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成为它最显著的思路 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古代一家如同找到了破解生命之谜的金钥匙 因为昼夜更替 四季循环 草木万物 风云雨雪 都成为探索人体奥秘 须病至极的良方 一个看似简单 实则玄机无限的现象 被仙人注意到了 他们称之为阴阳 当古人看到白天和黑夜的交替 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寒冷 开始追究这些矛盾存在的根源 原来是因为太阳的存在 当山巒面对太阳的时候 有美丽四眼的光束 而在山背面只有影子 阴阳就像是这个太极图 黑白不是截然分开的 虽有对立 但却是可变的和谐的 这也成了古代中国人 概括矛盾双方 及其动态性的重要视角 所以 在皇帝内经理论体系中 处处体现着阴阳和谐 可变相容的思想 无论是人体的组织结构 生理功能 还是病理变化 疾病诊断和治疗 都体现了阴阳思想 外物负阳而抱扬 充气 以为何 这个充 现在让我们形容 这个充不充 充 这是个活动的概念 充气 所以它贴地这个气互相作用 然后 中间又产生了一个事物 阴阳相互作用 又产生了第三个事物 这个第三个事物呀 都是灵 有灵气的 活动的 其中包括人 人呢就是第三个事物当中最有代表性的 与此同时 中国古代医家将阴阳五行原理成功地应用到医学之中 建立起以人体五脏为核心的思维模型 通过阴阳五行 深刻智化的规律 形象地产发了五脏之间相互促进 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从这个不同的视角 将人体的生命活动 与自然界的事物现象 从其趋势进行联系 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 进而用此思想 说明人体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既然人类是万物之中最有灵性的一员 而且同样是由宇宙自然孕育而生的 那么人的一切 不论形体功能都与自然界密不可分 人不单和宇宙自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同时 人体本身也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既然人体可视为一个小天地 人体中核心部分也可视作一个小朝廷 君臣共义国事 和谐统一致全身 以求健康长寿 素问灵兰密典论 就用拟人化的描述来讨论 人体器官的功能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把人体十二个重要内脏比喻为十二个官员 即五脏六腑 再加一个弹中 共为十二脏腑 称十二官 新者 君主之官 主持精神 如同帝王 位置最高 废者 相辅之官 主气 如辅佐君主的宰相 甘者 将军之官 主持谋律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脾胃 仓礼之官 主管粮酷 供应生命 所需营养 慎者 坐墙之官 主持技巧 智力强 升职旺盛 关键在慎 十二个官员中 除了这五脏外 还有六腑 及弹中 每一个器官 都和一条 经脉相连 主宰着 整个人体的运行 至身 如同智博 人身和谐统一 即健康 国家和谐统一 即强盛 否则 威仪 在皇帝内经中 常把脉道 比喻为河流 把人的皮肉筋骨 比喻为山川田野 血和气 分别比喻为 河水和云雨雾露 山川田野 因为雨水雾露的滋润 及河水的灌溉 而得以繁茂 但是在皇帝内经中 很少提及 血有这样的功能 从运行部位看 它明确说明 气与血 都是沿着脉管运动 但是血运行在脉管之中 气运行于脉管之外 在皇帝内经中 已经明确记载了 血液是以循环 往复的方式 在血管中运动 那么有一个问题 血液是被严格局限 在血管中流动的 它怎么会对血管以外的 那些皮肤 肌肉 产生影响 其实 类似的问题 也在四百年前 困扰过 西方血液循环理论的 创始人哈维 哈维 哈维无法解释 动脉血液 是经过什么样途径 进入静脉血管的 这使他的理论 长期不为人们所接受 直到哈维死后几年 显微镜发明以后 意大利生理学家 马尔比基 观察到毛细血管 这才清楚 原来血液流入了 肉眼看不到的 微血管中 然后渗入细胞组织 再经过微血管 进入静脉血管 例如人生气时 可以看到皮肤突然变红 而受到惊吓时 皮肤马上变白 今天知道皮肤突然发红 是因为皮肤的微血管充血 突然变白 是因为皮肤的微血管收缩 但是我们的远古医学家 在当时的条件下 就会联想到 在皮肤之间 血管之外 有一种物质往来起肩 于是就将这种能够往来运动 而又无形无相的物质 称为气 肉眼可以看见的动静脉血管 主要起输送血液的作用 而真正实现对局部组织 提供养分 使得各个组织器官 能够正常运转 正是微血管 毛细血管所形成的微循环过程 所以 皇帝内经会有 血行于脉中 气行于脉外的结论 因此 气是远古医学家 无法理解 微循环过程本质的情况下 对微循环现象的一种 微相描述 并无神秘之处 皇帝内经认为 一切疾病的治疗 关键是通过十二经脉 将气血的运行 调节到平衡的状态 如果把所有经脉 都调节平衡 疾病也就容易治愈了 可见 十二经脉 是皇帝内经 一切理论的基础 是一切治疗方法的依据 经脉就像十二条绳子一样 调控着整个气血运行的网络 那么谁在牵引着绳子呢 按照皇帝内经理论 每条经脉都有一个重要的器官在主宰 这也就是人体中的十二个官员 五脏六腑 以及心包 或称弹中 中医里的心肝皮肺肾 并非代表真实器官 只是五个抽象的符号 它们代表的是管理人体的五个看不见的精明 代表着操控十二经脉 掌控人体周身上下的五只五形之手 皇帝内经描绘的人体图景 是一幅由复杂到简单 由具象到抽象 由微观到宏观的图景 今天中医学上著名的望文问切四诊 就是对人体小宇宇宙的观像和别像 有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有了四季寒暑对于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 当自然规律与生命规律统一时 古代医家提出的应天事实的预防养生理论 使得皇帝内经的内容更为丰满 这是一幅山水古图 它却蕴藏着令现代医学都探为观止的 养生肠命秘方 内经图把人体设计为一个高度和谐统一的祥天地 用人体山水化的形式 形象直观地描绘出了人体与自然相应的规律 反映了五脏六腑与经络的内在关系 图中的每个人物都配诗文 每个细节都饱含深意 暗藏了天人合一 反普归真的观念 深入解析了不求外物 反求自身的养生意马 让人暗没观止 这幅人体侧身修炼图 也就是对皇帝内经精髓的完美诠释 当我们拨开这些古代的语言和时间的间隔 就会发现 古人的直觉成了与我们内在的思维和身体规律 遥相呼应的一套体系 他们是来自于祖先的一套追求生命质量的生活哲学 皇帝内经 是一部疏于天地间的大书 岁月读之 生命读之